国民党里长请一箱挺挺的是郭台铭 指示党籍被曝光 没人敢拿麦克风 有人挥手 有人拜托下面一位 郭台铭想扩大支持面 抛出解决少子话拐招 生一个孩子 我让你多养一只宠物 生两个 我给你养一对 不住养宠物政策 郭台铭只说到这 民众不煞煞 他提出对养小孩更有帮助的事情 毕竟也不是所有人都想养宠物 因为现在的人就是光是生小孩 他都有一些就是经济困难 产业可以比较永续 然后不管是年轻的人 中老年 他们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工作 房价也比较可以亲民一点 我觉得要不要先解决这个问题 再来去想宠物的问题 生小孩加养宠物雷到不少人 近半发言人黄世修透过脸书解释 四年前郭董提出零到六岁国家养 今天只是延续政策 如果生养孩子就能享有宠物补助 其实是鼓励的概念 这零到六岁的政策最好结合 我是希望引起大家网络热议很好 但是问题是你叫我一个人 不可能提出每件事情都提出完美的政策 政策要大家集思广益 但郭台铭拼的是独立参选和蓝绿白为敌 传出联署价码一份200元 谈论这个钱就好像过分的熟悉 很多志愿参与这个联署的 大多人是谈钱伤感情 郭董眼里谈钱太俗气 但要拼联署政策可得先讲清楚 三十人林凯军欧民宣台北基隆报道